目前,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合作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 2023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总体保持平稳增长 多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的跨国企业持续加码在华布局 对于进博会而言,这些跨国企业不仅作为参与者,积极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也作为见证者,见证进博会的成功与影响力,以及开放的中国大市场带来的机遇 这个报告里头我们就谈了三个主张 第一个主张就是我们相信一带一路会来动我们的全球贸易 第二个主张是我们相信全球贸易的驱动力 非常大的程度是通过跨境电商来推动 我们在2019年在新博会里头就发布了一个 我们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同做的一个报告 第三本书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关于一带一路的系列的报告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经过十年发展 一带一路通过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 五年来 进博会连续成功举办 其一出效应和一带一路的带动效应相得益彰 共同书写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故事 我是非常相信 也非常支持一带路线参与 进博会 是个非常重要的 去推动全球多边化、多边经济发展 比较开放性经济的一个非常主要载体 它是帮助更多的外国企业来中国 看看我们中国市场 那我们可以以一种数据来参考一下 过去五年中国的经口金额是从2.1万亿增加到2.7万亿 这五年之内差不多增加了28.5% 我们也看看这五年里头 进博会 里头的一项成交金额 也是差不多增加了27% 所以我觉得它有资本之内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浦华永道 在多年参与进博会的过程中 深切感受到中国在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 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浦华永道连续五年参展 开发了不少深度合作的项目伙伴 在历届的展会上 也与不同的政府机构、社会单位和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 那么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是 那外资在中国 尤其上海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跨国地区总部 每一年都有很高的增长 尤其通过进博会和类似的一些大的活动 也给我们上海和整个中国一个更好的平台 去宣扬中国优势的这种营商环境 优惠政策 你看参与国家的数字就看到了 国外的国家 对我们进博会的重视程度 也是非常高 也是非常愿意参与的 而且这个不仅仅是在一带一路国家 全球是主要国家 也是非常重视 进博会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彰显了中国与世界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的诚意 它为坚持经济全球化 应对风险挑战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和全球共同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